那这次走私香烟的事情呢 的确是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看这个前后过程安排的非常的缜密 那外界质疑啊 如果没有高层受益 参与 掩护 这华航上下这样去配合的话 这件事情是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的 特别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特勤人员 第一怎么能够刷一个无线卡 这么大笔金额 另外他一个人之力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的 所以呢这个台湾安全四个字呢 从一个政治大帽子变成了一门生意 这个绿营上下靠这四个字来捞选票 夜赚钞票 谢先生怎么看待这样的质疑呢 其实大家第一个质疑的是说 他这一次这个一次刷这个这么高的金额 其实他不是 他是分五次刷 最高金额是两百万 但是是谁允许他这么做的 然后他定了这么多的香烟 你如果没有华航高层的配合 他是没有办法定到这么多的香烟的 因为他华航里面有一个专责 负责所谓的免税品的一个单位 那你香烟定了之后要放哪里 他居然是先放仓库 他放的是那个也是华航的仓库 那你这个没有高层收益 你这些香烟怎么搬进去的 那这个是华航的部分 那他们去外面绕了一圈回来以后 就更夸张的是 小燕的三点声明说 这个香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 也有人去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只有这一次 后来有人去查出来 这可能是第三次 也就是说前面两次 带的数目没有那么多 然后就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这一次实在是因为太夸张了 而且你安排的这么缜密 好像就有一套标准模式 一个SOP 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什么时候车子该出现在哪里 然后什么时候该跟着车队走 你这已经表示你已经以前都已经演练过了 你是非常熟悉的 那你这样怎么对民众交代 所以民众现在在笑啊 对不对 就小燕出的去 香烟进的来 民进党发大财 现在就讲这个东西 那现在问题来 你如果没有彻底解决这个事情 民众不会信服 这当然对蔡英文的选情也是一大打击 就是等于把他这次出版完全抹消掉 那你今天会出这个事情 表示你今天不是螺丝松的而已 而是有人想趁机用这个管道 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不是相应的问题而已 那你万一 好 今天走私相应成功 下一次进来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引发的不仅是一个安全上的问题 它引发的是一个民怨